香港能夠成為一個國際金融商貿仲裁的中心 與我們的司法獨立是分不開的 而我們其中一個彰顯司法獨立的 就是對於我們如何可以委任一些很優秀的司法人員 香港在這一方面真是得天獨厚 我們一回歸之後 終審權是在香港 回歸之前終審權是在英國的村民院 而在《基本法》之下 亦都是很包容地讓終審法院行使終審權的時候 可以委任一些其他普通法區域的法官 來擔任終審法院裏面的非常任法官 關於其中一位非常任法官應該是Lord Reid 最近的講話 我覺得他的講話也很忠肯 他的講話在你引述那裡是一個很大的約 如果有朝一夜是這樣的時候我就會這樣 就是說今天不是這種情況 但作為一個態度的展示 如果發生了香港的司法獨立不存在 就是法官的行為決定受到行政機關的干預 當然作為一個得高望重的法官 他是需要有一個態度 但現在肯定不是在這個情況 席經理都要改善了 如果有任何 Indeed 我們全部控制到行政機關 是否會議就有更審某的問題 如果也有在一個更暴力 他就有更加強烈的問題 他沒有很多關鍵